哈喽,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是在我的睡房录的 有察觉我最近的剪片效率变得比较低 是因为我感觉我最近一直在学习一堂名叫做母女的课 因为我妈妈来到澳大利亚这边是三个月嘛 在这三个月当中其实我跟她一直有在磨合 因为我可能跟普通的就是三口之间的小孩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很早的时候就分开了 所以呢我跟我妈妈其实长时间相处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从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 所以她一下子进入我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是,我虽然很开心她能够来看我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很shock的 而且我在澳大利亚就是已经是十年了嘛 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待过 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两个人单独相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的海外游子跟我可能会有些许共鸣吧 所以呢也是说想今天把我的故事 我的感受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可能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 并不是像我平常的视频风格好像都是很开心 很正能量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低潮 或者是我也有情绪比较抑郁的时候 就像今天,其实我今天的话 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是 我感觉我不是那么开心 因为我一直在觉得好像我跟我妈妈 这三个月的磨合 感觉没有达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妈妈来这一趟来看我 然后我跟她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是很珍贵的 因为可能以后就很少有机会 她单独来看我 可能就会有我的继父啊 或者是我的外婆 我的小姨 他们一起来看我 其实我还是很珍惜 我跟我妈妈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小矛盾 小争吵 但是我觉得这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我的小的时候的一些情绪的累积 为什么会有现在的我的性格 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 可能没有那么的圆满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心灵成长 还算没有那么的觉得好像 我没有了爸爸啊 或者是我没有了妈妈呀 我觉得我自己还算很幸运的 所以我并不排斥 我也并不觉得说离异家庭的孩子 好像就没有那么好或怎么样的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好像我的性格有什么缺失 直到我妈妈这一次过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哦 好像我的有一些性格 真的是跟我的原生家庭离不开 我妈妈刚来澳洲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一些小争吵 小摩擦了 那个时候呢 我还在咨询心理医生嘛 我就把我的困惑告诉给了我的心理医生 然后我的心理医生就问我为什么 然后我就说 可能我妈妈不是从小带我的吧 所以我就觉得我跟她的相处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 并不是立马就可以相处得特别好的那种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觉得什么 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一直都觉得是我外公外婆 把我带大的嘛 但后来我妈妈过来 然后她有一次和我闲聊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的 就是我跟我妈妈还算是 比较能够敞开心扉的那种 然后想说什么 我们就会很勇敢的 直接的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 所以我就说了 我就觉得好像我小的时候 你没有带过我 然后呢 我妈妈就告诉 告诉我为什么 就是这个情况嘛 其实就是说 她不是说没有带我 只是说她想让我去 她的家住的时候 就是不要在我的外婆外公家住 但是我当时内心是极度反抗的 所以她没有办法 就没有把我带到她家 和她一起住 然后当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然回想说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的极度反抗 不想和她在一起住呢 原来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爸爸就已经去广东工作了 所以呢 其实她把我带到她家 其实就是我跟她单独生活嘛 然而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我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就觉得 如果说我爸爸他从广东 比如说韩属下 过来看我的话 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和我妈妈和我爸爸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 去我妈妈家住 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有我爸爸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但是一旦就是回复成了 两个人的模式 我就会非常抗拒 然后我就想 一直待在我外公外婆家 因为有我外公我外婆 他们给我足够的爱 然后我就觉得 很充实很满足 然后我突然就是 跟我妈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就是好像 茅塞顿开一样 其实我有在反省我自己 哦 好像我不应该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归罪于我妈妈 而是因为 我自己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 然后我想有一个三口指甲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 所以我想感受我外公外婆 带给我的满满的爱 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因为如果只有我妈妈跟我的话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孤单 我今天也跟我妈妈讲了 我说如果说 你和我爸爸一起过来看我 我就或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了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因为他们两个人分别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我也特别开心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我的继父 我的继母都对我特别好 然后我也为他们感到很开心 所以虽然就是 今天跟我妈妈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我内心肯定是觉得这是实现不了的事情 但是 就是我突然这样想到了嘛 然后我就会觉得 可能这么多年的一个结 好像在那一刻就突然的解开了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就早恋了嘛 我的班主任就发现了我早恋 他就问我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当时特别特别反感 真的特别反感 我突然就想到别人说什么 你越反感的东西 说不定就是 你内心 你本来有的东西 然后你越反感它 说明你内心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你也讨厌它 就是因为当时我的班主任就问我 因为当时我早恋就被我班主任发现了嘛 然后我班主任就说 他说 虽然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可能 对于一个初中生而言 有点伤自尊心吧 但是呢 他的确是很直接的告诉我 他说 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然后你缺乏安全感 所以你早恋了 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告诉了我 就是这样说 然后我当时就 他说完那句话 我就立马很反感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反感 我说不是的 我说 不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 什么叫做缺乏安全感 我觉得我有我外公外婆的爱就很足够了 为什么说我缺乏安全感 我不缺乏安全感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缺乏安全感 然后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没有直面 我的这一个东西 我一直在回避 直到我现在三十岁了 我才开始慢慢的正视我的内心 然后觉得 OK 原来我就是 就是那个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然后 在我三十岁之前 我就一直在找一些东西 去弥补我内心的那种缺失感 对 其实 天哪 那一晚的常聊之后 我才发现 哦 原来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要承认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才能够治愈我自己 原来 那个时候的我 就是觉得 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 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的家庭 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不愿意去任何一个人的家 跟他们单独相处 而是我宁愿去我外公外婆家 和他们在一起住 找到了这个 根源 那么解决起来就好了 最怕的是 我没有办法正视 我一直在归罪的话 我又觉得 我没有办法在family这条线上成长起来 所以 我很开心的是 我找到这个根源 然后现在呢 就是 我希望能够跟我妈妈 好好的沟通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 不要那么情绪化 然后呢 理解妈妈的难处 然后 和她好好的相处 珍惜和我父母的时光 然后 拥抱 那个内心脆弱的小孩 并治愈自己 我想这是我2024年 或者是甚至以后 我都要去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吧 但是 同时我也给了自己 满满的希望 跟期待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好啦 那我想 今天的电台节目就这样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也很希望能够看到 大家对这个 视频 这个音频 这个节目的感受 好啦 我想今天的电台 节目就先这样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 不愿揭开的伤疤 好像越无视他 他就不会痛一样 然后告诉身边的人 我没事 我很好 但 真的是这样吗 通过和妈妈这三个月的相处 我开始向内看自己 去直面我的原生家庭 去面对内心 那个我一直都抗拒的 脆弱的小孩 然后我开始学会 深呼吸 拥抱他 告诉他 没事 你可以和妈妈 好好地 单独相处 最后 我想说 妈妈 我永远 永远 爱你 我深深的逗留 曾经